其实这份爱扩及到全球 待会还会看到 菲律宾志工是如何劝募 先看在美西其他地区 志工也为劝募走出去 西班牙语系的志工 也在当地的5月5日节 发挥他们的力量 庆祝5月5日节 洛杉矶威明顿地区 5月初都会举办家里华会 络绎不绝的人潮中 志工手捧木款箱格外醒目 十月林博尔 受在乡亲全美志工大动员 在各州展开街头全幕 威明顿社区门诊中心 在四位西语志工爱心不落人后 首次穿梭人群慕爱 在西雅图志工带着 人文学校的孩子上街木款 陈真林脚板骨猎伤 依旧想要尽一己之力 实际上他是不良于行 而且他也不能够站很久 他的先生跟小孩就问他说 妈妈你确定你要这么辛苦 站两个小时你的脚可以吗 他说他如果不出来站的话 他心里会很难过 整个火火掉都已经回了 又要重建 又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赶快把握姻缘来帮助他们 美西志工的总动员 凤凰城的慈祭人 当然也没有缺席 志工分成多组 在各大超市前募款 这位太太迫不及待 要捐出她的爱心 帮你拿回去 因为我不需要那个去 送爱到尼泊尔 绕过大半个地球 这份爱将在全美持续着 大家新闻美国政府